火焰之心 萧炎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 可谓是如雷贯耳 在这一瞬 仿佛身体上的痛楚都消散了许多 取而代之的是震惊 毕竟 这是萧炎子神虚灵觉 净化必须之物 更何况 火焰之心的威力 萧炎已经在白焰身上 感觉到了强大 如今的白焰 萧炎只是掌握到了皮毛 尽管如此 在无数的战斗当中 药崩都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控制敌人的效果 可谓是相当一流 能够让多场战斗 化腐朽为神奇 让对手完全摸不清萧炎的手段 白焰的强大之处 是在于控制敌人 不过仅仅只是控制 已经相当了得了 之前在湖底看到的九个图腾 还真是火焰之心 而恰巧的是 这神迹当中 真有一个火焰之心 对于萧炎来说 这便是天大的好消息 没错 但这颗火焰之心 并不是一开始便存在于此 而是如流星一般 落入这片世界当中 我想 你应该会很感兴趣 雷利缓缓地说道 萧炎自然是重重地点头 是非常感兴趣 师祖可知他在何处 如何可以获得 萧炎兴奋的目光 闪烁着精芒 连连追问雷利 何处倒是知晓 但这如何获得 你这个问题 便是难倒我了 火焰之心 也属于天地本源之一 这等东西 本不该会屈服于人 但历史上 的确又有人驾驭他们 至于获得这种奇物 什么方法 我倒是不知道 雷利缓缓地说道 在他眼里 火焰之心 乃是世界本源 几乎是不可能 让人拥有的 雷利若是知晓 萧炎体内 便已经有了 一个火焰之心 不知道会是 何种惊讶的表情 并且 萧炎并不满足 还想要获得第二个 一如火焰和雷霆 共存一般 两者存在一个体内 那都是一件 非常危险的事情 不过 这一切能够做到的前提 依旧是紫辰虚灵诀 从最开始的焚诀 到八级天诀 都是帮助萧炎 能够中和这些奇物的 狂暴之力 令得他们至少 不会在萧炎体内暴动 而殃及萧炎的生命 师祖 你告诉我方位便可 这等奇物 自然是要去试上一试 萧炎眼中放着精芒 雷霆则是眉头微皱 火焰之心固然强大 也因为它实在太强大 且无法用实力去衡量 因为即便是不朽 也是别想轻易地掌控于它 你想去试试 但你得有心理准备 你看见周围的火炬了吗 雷霆说道 萧炎转头四周 的确挂着一些火炬 将四周照亮 他们已经燃了数千年 直至如今 也未曾熄灭 雷霆继续说道 萧炎猛然一惊 从雷池中站起身来 便是走向火炬 这一看不打紧 再度令得萧炎 感到无比地吃惊 竟是在这火炬的火光里 萧炎感觉不到温度 即便有温度 但温度也是极低 但其行却是火焰 有风的时候 它依旧会摇曳 萧炎一股气息略光 掀起飓风 足以吹散这缕火焰的飓风 一道风声 急促和凶猛 可下一瞬 萧炎看见那原本 欲要熄灭的火焰 再度摇曳在风中 一如妖娆的女子一般 没有半死要熄灭的迹象 好奇怪的话 没有温度 不会熄灭 火焰依旧需要能量 作为支撑 并且需要的能量 不在少数 燃烧了数千年 这是怎么做到的 萧炎眼中放着精芒 此时 这火炬中火焰的状态 已经完全激起了 萧炎的好奇心 师座 可有更多这样的火 萧炎急忙转头问向雷厉 而雷厉则是缓步上前 看向了火炬 太过神雷体 你已经修炼了一半 坚持修炼至大成 这样的火很多 那边一片森林 即使燃烧着这股不灭之火 雷厉说道 萧炎闻炎 也是立刻静下心来 这样的消息 自然是令人激动的 但一步一个脚印来 先将太古神雷体 修炼至大成 是现在的首要目标 肉体的力量 对于萧炎来说 也是极其重要的 很多斗技 以及它的攻击方式 几乎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战斗的演变 萧炎也是逐渐依赖 自己的肉体 无畏火拳 便是萧炎使用最多的斗技 这个斗技 对肉体的要求便是极高 肉体力量越强 能够爆发出来的威力 便是越强 还有便是轰神壁 它的强度 自然是不用多虑 但是前提是 萧炎依旧需要 强大的肉体力量 作为基础 才能够去承受 轰神壁强大负荷 一旦超负荷之后 萧炎若是肉体力量 不够强大 很容易被反噬 所以提升肉体力量 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萧炎不再犹豫 立刻掠上半空 然后眼中泛起了 前所未有的精芒和兴奋 拍拍胸脯 看向雷力 大声喝道 来吧 师祖 势不宜迟 用你的雷 尽轻地击大我的肉体 雷力一阵无语 最后 他的脸上 泛起一抹阴邪的笑容 一抬手 天空之中雷声大噪 萧炎闭上眼眸 只见那厚重的云层当中 无数雷霆开始汇聚 然后变成红雷 红雷又开始汇聚 直至变成一道紫雷 然后便是 在那云层当中 化作了一条紫色的雷龙 嘶笑着 朝着萧炎轰击而去 紫雷乍响的一瞬 已经不是轰鸣 而是乍响 就好像挤压的力量 瞬间爆开了一般 身影无限大 仿佛整个空间 都在未知颤抖 轰隆隆的身影 不断扩散 整个空间 更是瞬间 变成了白昼一般 一片昼亮 好半晌 才按下来 周遭虽然是按下来了 但助力在下方的身影 此时看着上方 眼皮一跳 而后 有两抹雷霆 自己眼中闪过 眼睛逐渐睁大 眼眸里倒映着一道身影 紫雷覆盖 却未曾再像之前那般 如断了线的风筝 紫雷在其周身流转 疯狂的雷霆之力 在他的身上 流下了血洞 可此时 他的嘴巴张开 一张口 便是狠狠地 咬在了雷芒之上 往他睁开眼来 那般眼神 几乎是疯狂的 还没等雷霆反应过来 半空中的身影 则是默然睁开眼眸 在那支声 紫雷闪烁 然后看向雷霆 嘶哑开口 师祖 再来 雷霆尔 我此刻才明白 你为何会选择他 因为他和你一样 疯起来 简直就不是个人 这一次 萧炎足足扛下了三道子雷 终于是强生不下去了 才是从半空中落下 就当雷霆准备出手 将萧炎移向雷池的时候 倒在地上的萧炎 忽然抬起手来 摆了摆手 声音极其虚弱 然后说道 师祖 我自己来 我还可以 只见趴在地上的萧炎 身上皆是血洞 好在 他已经用元气 止住了鲜血 看起来 满目疮痍的身体 依旧非常可怖 跌跌撞撞 萧炎还是凭借着 自己的力量 走进了雷池 萧炎痛苦地冷撕 雷霆也是眉头紧皱 萧炎这样的修炼方式 真的是有些恐怖 不过 太古神雷体 却恰恰就需要 这样的修炼方式 进步的成效 才是最快的 雷池之中 萧炎睁大眼睛 雷霆的力量 开始飞速修复 萧炎的肉体 随着修复 还能看到 无数的红雷 在萧炎的身体之上游走 在比之前 足足少一半的时间里 萧炎便是完全恢复 且肉体 也是变得愈加强悍 在那精壮的肌肉之下 还能看到 雷光在其中游走 甚至在某一瞬 能够看到萧炎的骨骼和血脉 极为神奇 恢复完成之后的萧炎 没有任何的停滞 再度从雷池之中掠出 又到了半空之中 看着雷厉便是大喝一声 师祖 愣着干嘛 继续 萧炎这一声大喝 将愣神的雷厉拉了回来 看着萧炎的身影 雷厉露出了苦思一笑 回想当初自己创成的 太古神雷体 修炼至大成的时候 都是用了多少石 并且在无数的生死边缘爬过 虽然萧炎有他帮忙 但是扛住子雷的 仍旧是萧炎自己 在某种程度上 强悍的可以说 不仅仅是肉体力量 更需要的是那种不灭的意志 回想当初 他无数次地想要放弃 也曾放弃 只不过 都是在侥幸之中 才有了今天 而类似萧炎这样的意志力 雷厉除了在雷米尔的身上见过 便是再未有他人 雷厉没有怠慢 一抬手 紫雷再都是凝聚 轰隆隆地不绝于耳 萧炎助力在半空 站在最高的钢泽雷树之上 闪烁的雷光里 萧炎的身影 在黑暗之中 若隐若现 其周身 仿佛和天地雷霆 也是产生了共鸣 自其萧炎身旁 犹如树枝一般 蔓延开来 这一刻 萧炎体内的雷霆 真正地开始了质变 虽然无法企及 对火焰的高度 但是 雷作为萧炎的辅助攻击手段 以及断体方式 都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雷声低沉 但声音传入萧炎耳中的时候 仿佛便是能够和雷霆力量产生共鸣 雷声伴随着萧炎的心脏而跳动 天空之中 子雷再度凝聚 雷霆闪烁之间 便是犹如利剑一般 朝着萧炎暴力而去 而这一次 萧炎并未是等待雷霆 反之 萧炎身体微微向前倾斜 手臂更是猛地探出 只见萧炎竟是一把 将那道子雷抓在手中 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一口咬了下去 碎裂声之后 便是能量爆炸的声音 只见半空中的萧炎近乎疯狂 将子雷吞服不说 双臂张开 仍有子雷在他肉体之上肆虐 在一阵阵乍响之中 萧炎越发的兴奋 自其眼里 皆是疯狂之色 看见这一幕 雷厉眉头微微一皱 气息散发而出 他却感知萧炎 因为萧炎的模样 像极了转世的雷米尔 身上还带着魔气 疯狂的眼神里 似乎葬失了心智 这小子意识很清晰啊 身上也并没有魔气 这样的状态 怎么可能 雷厉捏着下巴 思索着 但他并不知道 萧炎对于修炼来说 他的执着力 可以说只能用疯狂二字去形容 无论是修炼什么 炼丹也好 修炼也罢 萧炎的这种状态 是近乎沉浸在其中 旁人若是为了修炼而修炼 萧炎则是不同 他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见的 他则是 修炼之中去看透修炼 而这便是所谓的天赋 雷厉见萧炎一游未尽 便是继续凝聚子雷 而这样的修炼 并未花费很多时间 萧炎的成长速度 可以说是剑步如飞 将太古神雷体修炼至大城 也是朝夕之事 在萧炎修炼之际 此刻距离雷区不远的火焰森林处 几乎大部分能够来到 深处的势力全部赶到了 斗神联盟这边 冷淮面色依旧非常难看 因为萧炎并没有出现的迹象 也未曾回复于白灵 令得白灵多多少少 也是为萧炎感到一些担忧 火焰森林这边的禁止在减弱 随着禁止减弱 其中燃烧的火焰 也是暗淡了许多 也唯有这样 才敢进入这其中 此时 距离斗神联盟一旁的不远处 也有数千人 这些人身披火红长袍 上面印着一个大大的炎字 气势磅礴 一眼便是认得出 他们乃是五大上等界空之一的 古炎神族 消息果然不假 上去定论还为时过早 这种火焰并不稀奇 火焰之心的可能性并非很大 这火焰不烈不热 倒是像极了九大火焰之心排名第三的 不灭之火 不灭之火 那岂不是我古炎神族 即将拥有第二个火焰之心 如此一来 我族定会实力大增 古炎神族已将谈论开来 不过这些话语也要凑近才听得到 他们并未大肆宣扬 皆是低声嘻喃 各个眼中都是泛着炙热的金光 而周遭的势力 对于火焰之心倒是不感兴趣 准确地说 这等东西也并非感兴趣有用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还是流离元气更具备吸引力 至少是力所能及的 至于火焰之心 那可能是摸上去就可能变成灰的东西 并且修炼火焰的人也并不多 一如雷霆一样 他们修炼 对于修炼者本身就有着比较高的要求 且想要修炼成功更是不易 要付出的痛苦比别人多无数倍 就在各个市里都各自交谈时 便是听到一道谩骂声 骂骂咧咧地从远方传来 他闷了他 别说 这地方挺有趣 远方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皆是闻声而去 各个目光一致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想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